5月8日下午,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举行媒体吹风会,介绍今年即将举行的包括中国旅游文化周,中国民族交响音乐会,魅力中国2019美国巡演及2019中国加州经贸论坛等活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古今。 商务参赞刘海燕,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主任吴宁,广东省驻北美经贸办事处主任何定红,南海岸购物广场旅游市场总监全红康介绍了各项活动的筹备情况。 当天的会议由新闻组组长高飞主持,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古今表示,文化和旅游对中美两国的合作非常重要。 由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承办的中国旅游文化周将从5月17日开始,是把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新尝试和探索。 旅游和文化可以相互促进融合,并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此次活动以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为核心,以美丽中国为主题,希望借助活动达到以文化提升旅游品质,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播的目标。 高飞组长介绍,中美建交40周年图片展将展出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包括时任中国国家副总理邓小平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的首次访美,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会面的历史时刻,以及中国国家队代表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的照片等。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中国旅游文化周即中美建交40周年图片展将从5月17日至5月26日在南海岸购物广场展出,届时还将选出24张具有时代意义的照片进行展览。 此外,中国民族交响音乐会将于6月21日晚在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将带来以魅力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民族音乐表演。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青也将参演。 我们马上要在洛杉矶举办中国旅游文化周,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所有文化和旅游部的驻外办事处和文化中心共同举办的一个活动。 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达到以文化来促进旅游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中美旅游交流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好,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喜欢去中国旅游, 去年从美国入境到中国的旅游人数增长的比率是7.5%,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增加的比率。 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以文化来吸引美国的游客去中国旅游,看一看中国不同于他们的文化。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商务参赞刘海燕介绍了2019年中国加州经贸论坛将于6月5日在洛杉矶千席酒店举行。 论坛将以促进中国省与美国加州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框架下的中美地方经贸合作为主题。 加州副州长Eline Kounalakis将作为论坛主讲人出席。 本届论坛首次设立主兵省,广东省将作为主兵省,并重点介绍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商机。 吹风会的最后,高飞组长还介绍了中领馆网站的全面升级情况。 总领馆秉承外交未明的理念,大力开发领事服务功能,提供侨务服务信息,领事提醒,办理证件的最新信息等。 同时,林冠也在着手完善英文平台,服务美国民众。 全面电视台记者综合报道。